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以很少的资源 倡导居民以协力的方式自建住房 使用身边所能用的一切资源做建筑材料 同时也不丧失建筑师本身对美学的苛刻要求 因为您是一直在为这个农民服务 而且在农村就是指导这农民做了大量的项目 我就非常好奇 因为我作为一个建筑师一直是 是伟作业主 一直都是开发商或者是这个政府 反正就是一般我这个我这个都是他都是为他们来服务 因为我其实也挺想为农民盖房的 但是我就找不着农民 他农民他都没人来找我 我就特别想知道那个 你是怎么能够说一些农民盖房的 你去参与到这个活动中 这我是特别的那个感兴趣 过去十几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地区 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做这个工作 但是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的对象 或者我们的设计理念就局限在这个位置 其实不是的 我们强调的是一种自主营建 所谓自主营建就是说 居住的人他有权去盖自己的房子 或决定自己的房子是什么样子 主要是在1999年台湾的那个921地震以后 我到少数民族部落去协助重建 也是这个机缘让我踩到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其实是我们专业的人 从来没有踩地区过 主要是说这个领域的工作的特性 跟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 我们在一般的建筑师 或者施工队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 那都哪样的一些不一样的 简单讲就是在农村地区 盖房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生产行为 它不是消费行为 那生产行为是什么意思 房子很多东西是自己做 甚至于说它里边的很多的劳动力是自己做的 就是自己给自己盖房的吗 对对或者是亲戚朋友帮忙 对或者自己自己打理 自己找个小的 它没有成功的就是DIY嘛 就是用现在的 也可能村子里头有一些小的施工 对它但是它只是包工 包工 材料都自己买 然后自己总理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也叫做它是等于是自主营建 对自主营建 你只要离开城市 基本上就是透过这种模式 到台湾也是一样 是吧 那农村里头就是自己 自己搞得快地买个材料 叫那个施工的包工 或者甚至很多工自己做 一样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类 是这样的盖房子 所以我们讲的所谓的自主营建 是这个部分 因为这件事情 第一个 它不可能付设计费给建筑师嘛 对啊 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 这个行业的一种操作模式吧 不是吧 农民不可能 全世界没有农民会付设计费给建筑师的 就跟我们买的衣服一样 但是你会不会付设计费给 这个服装设计师 可能有 但是是间接的 间接的 对 绝对不是这样直接付的 是05年 谢老师在大陆做的第一个 就是江村的活动 然后 他是召集了全国40多个学生志愿者 建筑系学生志愿者 然后我是其中的包工 包生工之一 然后干了 干了一个月 基本上干了一个月 谢老师这个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我的建筑学的看法 因为在此之前 可能在我们那个时候 大家都喜欢流行荷兰派 库哈斯 然后我们关心抽象的图解 跟 就是我们不关心生产 不关心建筑如何落地 然后到了 跟谢老师干活之后 我会发现 就是钢材是那么的柔软 然后 土是那么的有味道 然后 当他们拼接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 那种通过肌肉传达给你的 那种力量感 是任何图纸无法取代的 然后我也发现 其实剖面不存在 这每个剖面 如果你把它切成一半 所以每一张图都不一样 就是这个一定程度上 就颠覆了我对建筑学的 一个很大的看法 就是变得更加真实 就是血肉丰满的一个状态 而作为农民来讲 就是作为包生工来讲 那也是 我回忆一下 是我生命当中 最健康的一段时间 就是肌肉脂肪 很像特别的肌肉 而且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 在一个村子里盖房子 其实是一个群体行为 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或建筑问题 特别是一些经济条件 较好的地方 村民觉得水泥 钢筋瓷砖才有面子 石头和泥土不够时尚 有时候左连右舍讲几句话 你就做不下去了 也正因如此 在农村协力造屋才更有意义 重建过程 就是重建乡村关系的一次机会 今天 大量年轻人走出房土地 农村的价值已经崩解 在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里 对农村的印象就是农家乐 如何以农村为基地 来重建新价值 重建城乡的平衡关系 如何让村民 可以保有自主性和社群意识 那您在这个少族做这个营建的活动 当时就是一个特别 比如具体的一个环境 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他是这样的 就是怎么能够是你过去 还是人家是找着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少族是台湾最少数的少数民族 他就在日月潭旁边 那大家去日月潭观光旅行 一定看不到 因为他太小 人太少 他长的样子跟你也差不多 所以你永远看不到这个族 但是他的族非常特别 他的语言 他的传统的祭典仪式 舞蹈 音乐 全部保持得非常完整 所以他在人类学的这个工作里头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那时候是一些台湾的人类学者 为了协助他们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部落 因为他的部落实际上被冲散了 看汉人进去就冲散掉了 冲散了以后他的所有这些语言 他的祭典仪式这些东西 他很难保存 所以必须要把它集中在一起 那这个工作是非常难的 那你必须懂得建筑 当然必须以后的冲散 当然是要懂得建筑 而且对少数民主的文化 还有他这个部落的特性要能够了解 那这个是政府当时是政府组织的吗 没有 完全是 那时候台湾有一个中央研究院 他们有募集的自己筹募了一点钱 这全部不是政府的 因为政府搞大活已经搞不来了 这些很细微的东西 他当然没有办法是那么细致的照顾 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些学者专家 还有地方的人士 凑了一点钱找我们去做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 而且非常细致的 当时您第一次做预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对这个事就特别好奇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实际上跟大概的也了解 比如像大陆这边农民的一些情况 在我看来 他们都是比如喜欢盖一个房子 他们最关注的 其实其实不是我们建筑师关注的 就是怎么怎么构造的 民建用什么材料 怎么给它搭起来 包括里头空间形式 他们有时候更关心 你看我邻居老张 那个他那房子是有四米高 我呢不行 我得怎么都得到四米一吧 然后我四米一之后发现不行 那个那个那个东面那个老李 他已经把这个房子都弄到四米五了 我这墙就得要 我不行 我觉得还差还差那个四十公分 我还得我还得是在家 一定要超过 所以呢 而且他们那边有个特别不好的 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 他们基本上盖房子是一种 我觉得叫做一种惯性 虽然盖房这件事啊 对于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人 包括我们的城市的人 包括我们的呃就是农民 像一辈子啊 就是他奋斗一辈子 最后就这么一套房子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啊 我觉得包括是城市的人 大多数人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最贵的和最有那个材 而往往这个东西会发生最大的偏离 这是这样啊 这主要是我们呃 现代化过程当中 呃 呃 大家把传统 都放弃了 嗯 传统包括传统的盖房子的方式 嗯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盖房子的方式 其实他的价值观念 他的宇宙观 嗯 他所有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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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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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底气其实是崩溃的 嗯 所以他是没有 他不再出 有那个传统的东西在里面了 那这个是 是 是 这个时代的 时代的问题 现在邵族的状况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但是为了 因为他的这个问题特别尖锐 尤其是文化保存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做法方面就是说 虽然我们带他做的房子 跟他传统房子也不一样 嗯 但是我们很着重于 最重要的就是 让他们自己动手 嗯 重新把它集合起来 凝聚他们的共识 嗯 嗯 你们可能没有看过那么简陋的房子 嗯 那非常非常少的钱 但是 他的 他的任务是很重 啊 这些的 好像邵族那边的人 是不是也是 好像也很多那个 因为少数民族嘛 尤其我觉得这个像 像美国的这个 有些地区的啊 比如黑人或者像 那就包括酗酒啊 包括 这个这个都是 少数民族 基本上都是 那你做这个东西 对他那个 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那个这个东西 是要改变这个行为 人的行为是很难的 嗯 他是透过社区集体的 的力量 来来来处理这些事情 嗯 我们外人是没办法做 嗯 但是当他们在一起来 建构自己的家园的时候 他们彼此会互相约束 嗯 这种事情 这个事情是 慢慢的到现在 已经十几年了 他的那种 效果看得出来 就是你对他的社会组织 已经稍微 有一点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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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许改变 因为我们有时候是觉得说 我们的建筑 我们的空间建筑 是很抽象的 嗯 但事实上那个 而且对人的影响 不是那么直接 看马上看得出来 但是久而久之 他所产生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嗯 就是因为他这个 我们那个社区建立以后 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的信心 嗯 然后可以开始 过去他们几十年来 一直跟政府要争取 他们要有一个 自己的社区 自己的小区 为了保护他的这个文化 跟祭典仪式 跟传统 但这个都做不到 嗯 但是那个我们的临时的 一开始是板房的小区 建立以后 大家有这个共识了 而且认为说 这是可行的 然后他们才有力量 去跟政府去要求 争取到他们自己 属于他们自己的部落 那个在日月潭边 那一块地 是非常珍贵的 嗯 现在是寸五寸金啊 光光他们小区的那块地 加价值 台币这样几十亿啊 嗯 后来被半片半红的搞掉了 现在就再 再把他拿回来 拿回来以后 他们还跟政府申请到一个 他是正式承认 他是一个 一个族群 独立的族群 嗯 所以你没有那个小区 没有这个 这个这种动作的话 这事情不会发生 也就是说 建筑这件事情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 解决实质的生活问题 其实不是 他他具备有很多 社会的架构 文化的意义在里面 嗯 那这个东西 从这个小区里头 就的建设里头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城市化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中国 越来越多农民从此失去土地 但他还并不具备一个 作为一个标准市民呢 他的一个生存能力 比如说他没有技能 比如他没有这样的一个 他不适应这样一个城市的社会结构 那么现在我觉得 现在真的中国 我觉得慢慢的会 很多城市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 能够让他保持住还有一部分的那个 就是土地 因为现在很多农民上 这是他的根 我觉得 因为他他他他他一旦没有之后 将来他会变得 就是就是他他没有任何的保障 等于是 因为你在这个国内这本做的时候 当时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 跟农民是不是是不是也是这个 有过这样一些观念上的冲突 或者是当他做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冲突特别大 刚才谢老师讲的 讲特别好 在在中国 但这个能能支付这种城市化商品住宅的人 其实特别特别少 那么大多数人 其实在在在在做自己的房子 其实客观事实 它是它是违法的 但是你不能政府 其实并没有意识去去敢于去控制这个 对其实很多都是都是违章建筑 很多都是违章建筑 然后后来就是这种现实很多了 你随便百度或者Google 你就搜自建房倒塌 或者自建房就是灾难 所以你发现很就是几乎刷不完的页面 大家都在盖 但是他们姑姑且建筑师 他不可能敲我的门来让我做设计 但他们又有居住的需求 那么他们必须用一些不科学的办法来营造 但因为其实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在国外 那时候我做的是一种技术储备 因为因为对青钢结构来讲 我就是首先从个人情绪上 我没有对他没有太多的感觉 因为我因为我我更喜欢竹材和木材 然后刚好因为在挪威的时候 对焦和木的一种技术非常了解 就是它更绿色环保而且强度非常大 然后回国之后 刚好就是了解到有一种材来的焦和竹 就它可以把把天然竹转化成一种就是强度非常强的一种结构材 那我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在中国首先大家用了太多的钢筋混凝土 对土地造成的永久性破坏 但是我们又不能主张说做绿建筑就是生态建筑是用是用木材 因为木材中国是更贵的是奢侈品 但是中国有海量的竹材 就是它多类难想些 而且跟贫富差距成正比 就是越穷的地方竹的越多 那我就在想能不能有一种新的工作方式 就是把这种廉价的素生的竹材转化成一种非常棒的结构材 然后产生一种工艺化的模式 因为天然竹它是一种艺术作品 它没有亲密性的 就是没有魔术化的 那么就是这种竹板可以形成一种工艺化的工作基础 而且它就是对土地破坏非常小 而且像萧老师说到的 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大原因 就是我能说服别人用的体系 是因为它那个地方不便于施工 就是预制体系可以发挥在最大的优势 它可以轻装上阵 然后快速搞定 对人力以及成本的就是周期压缩的最小 其实我们盖的房子可以盖到非常便宜 所以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于价值观 接受度 接受度 就是刚才你讲的那种 大家对盖房子始终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事情 因为它太伟大了 一辈子就盖那么一间房子 所以它加了很多七情六意在里面 要实事求是很难的 就是说建房这件事情不是个人的行为 它其实是一个社会行为 它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不是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通常不是 所以它会受到各种的影响 包括我们的媒体 所有邻舍的闲言闲语 所以你要实事求是做这些事情很难 尤其是我们的媒体那么发达 大家看到的是奥斯别墅 但是你知道奥斯别墅是怎么回事吗 你完全不知道 你以为美国人都住水利房子 美国人根本不做水利房子 他都做简陋无比的木头房子 这媒体变得非常重要 什么是正确的房子 什么是正确的居住环境 什么是一个比较好的房子 这件事情媒体还是有必要告诉民众 不过是他得到的资讯就是这些 所以我们在农村常常遇到的事情就是 有钱了还很难做事 因为他想东想西 对 穷的时候或者说遭灾以后 他没有办法他反而死 就像我们在少族那个社区一样 在那种状况之下他没有选择 是吧 他就可以接受一个非常 我们认为在那种比较恰当的一种 盖房子的房子 甚至我们在灾区 像我们在茂县杨柳村的那个灾区 因为他实事求是 用什么方式做的话 他很便宜啊 他旧的材料他都可以用上 所以他可以用一般盖房一半的钱 他就盖起来 招债以后当然自己便宜 他就事实上 这个东西有说服力 但一般平常的话 他身上有几个钱的时候 你叫他用土 用石头 用旧料来用 他不干 所以这个 我们最大的障碍还是以 来自于人的那种 错误的一些价值观念 很多 其实农民是这样的 我认为在中国回到一个 跟其他体系不太一样的地方 建筑师 最好 最大影响力最大的建筑教育 其实不是建筑师 是媒体 是他在给你灌输一种 一种所谓的现代性 现代性 这为什么农民觉得 我要买混用土房子 他认为 这个美国人是这样做的 然后这个坚固我永久 他认为他在消费的 其实绝对不是真正 就是科学意义上的建筑 然后我后来又做了一些研究 你就会发现 农民对于建筑的基础 是非常纵欲的 就是我发现最好的 中国的农民的建筑 是在建国后 到改革开放初期 就是物料经济都有限 他用夯土 用红砖 就是最节财 又很漂亮 就是那种很建构的那种 就是气体结构 当他们开始有钱了 开始欧式了 开始贴丝砖了 他只要有钱 他就做别墅了 就像华西村 就华西村你放眼望去 基本上是很诡异的一个城市 就是就是 他对建筑的理解 绝对不是非功能性跟科学性 它是一种消费性型的东西 那这些其实恰恰来自于媒体的其他 空间的存在是恒长的 但其内容的使用 却是可以变化的 这是开放式建筑的基本理念 他秉持住宅与人之间的互动观念 关注建筑如何能够寿命更长 更能够应对社会的变化 使得建筑与环境更友好 尤其对于处在住宅建设 快速发展期的中国而言 开放式建筑 在建立环境友好型的人居环境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开放建筑不仅跟材料 跟工法这些东西有关 更重要的是开放给使用者 使用者可以参与 可以在这方面有意见 如果对农民来说 盖房子是基本权利 那么对于城市居民来说 住房者合理分配 住房商品生产所创造的公共财产 同样也是基本权利 你觉得现在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建设到农村为农民服务 帮助协力造屋 帮助农民去来共同完成他们造屋的计划 和我们现在就是你知道大陆那边提出一个叫成乡一体化 这一块你觉得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这个有没有矛盾 这个大方向是绝对没有错的 只是说在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 是不是能够更能够跟这个大的目标能够结合 像譬如我们一直推动决能减排 但是我们在农村里头 你要叫他不用钻 那很难 对吧 那我说我们这种做法完全可以取代这个钻 但是在第一线的工作 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是吧 因为很多的习惯的问题 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的问题 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都要能够到位 那我们这种很先进的做法 很环保的做法 然后尤其是村民可以自己做的这些做法 对 他推动上还不是那么简单 协力造屋这个事 觉得能不能在城市里头 我们那边也有一些 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想叫做 他们叫集资房 集资建房 这个其实在台湾 其他地区也有这种 但是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税制的问题 你等于是逃漏税 这个在法令上是讲不过去的 那这不重要 这主要是说 关于我们这种观念就是农民自主的 或者民众自主的 在这个 在他的居住的这个 这个房子有发言权的这个 这个观念上 怎么在城市里头做 那 这个是我去年在台湾有个展览 那个 主要也是那个深圳去年深圳保障坊的进土 进赛 我们是得了那个金奖 得了首奖 那我们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说 开发商或者政府 他是做出一个楼板 等于是他把土地变成立体的 立体土地 立体的土地 然后这个土地呢 那所有的公共设施属于都市里头的公共的东西 都在上面解决掉 那剩下的这个空间呢 就是可以给个人或者是这个企业 他们去自己去盖房子 或者是委托设计院 或几十个单元 他可以委托自己的施工队来做那个部分 甚至于自己做也可以 也就是他对他的居住空间 他有在城市里头他有发言权 他可以有个小院子啊 他要跟谁能够在一起啊 这是可以这么做的 这是我们提出来一个概念 就是说在城市里头 市民怎么样有他的自主权 否则的话你现在买的房那么贵 你只在里面装修而已 你对其他东西你没有发言权 甚至于说你在对小区里头的公共设施啊 或者是一些小区里头的小公园啊 或小商铺的安排里面有发言权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古典建筑本身 它就是一个自建系统 而且中国建筑盖了两三千年 这么的经典 连图纸都没有 就是它基本是靠口诀 是靠那种构建的关系 而且建造活动本身成为一种社会文化 就是你上一天梁就会放鞭炮 然后你搬家那根梁带包你的父亲你可以带走 就是它是一个文化经济的邻里关系的一个载体 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消费品 就是大家都是白白净净的 人家就跟那种刚脱开剪的蝴蝶一样 就是不能见太阳 也没有劳作的能力 然后你要需要很高的费用去买一个 不叫房子叫空间 就是七十年的一个空间 这个我认为是一定很多上大大 就是跟中国传统文化那种是 是背离很多的 所以说但但我个人其实我的系统 跟谢老师有一点不同 就是我其实倾向于做成 就是把这种建造的复杂性降解成 像一家那种可以去拼装的 就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去消费建筑学知识 而不是去消费一个建筑一个产品 就是消费这种知识 包括我现在也在做软件 就是能够让我的主体系 让它变成定制式的 你可以定制 然后我可以帮你工厂去生产 然后我提供施工指导去安装 这是你的先进建筑工作室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吗 我认识核心 就是因为先进性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种是绝对的设计工具方面 就是我用了大量的参数化 包括代码 就是它强调效率 对复杂性的理解 然后对就是几何性的理解 包括对数字工业的这种关联 有一个接口 然后另外一个先进就是 就是谢老师教给我的 就是对社会学上的先进性 就是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在武汉曾经做了一个改造项目 就是屋顶小学 武汉有一个很有名的屋顶小学 这是打工子一的小学 然后在屋顶上没有操场 就是你只能在屋顶上升过旗很悲哀 然后这个新闻报道之后 就是我发现其实我能为他做一些东西 就是我能用我的轻质体系帮他加建更多的教室和风雨操场 所以当时我做了一个举动 就是不是等甲方在房间里来敲我的门 而是我主动出击去见那个校长 然后帮他测量 帮他做各种抗争分析 然后我帮他加两层建筑 然后我在找一个媒体朋友 拿着我的加建草案去找一些工艺组织来加建 那这个行为就变成了 不是说我等有需求的人来找我 而是我通过观察 觉得我的技能能够做这个事 然后以建筑师为核心去组织社会资源 形成一个优化正向的一个建筑结果 就是这个事情差一点就成功了 但后来因为很多媒体的报道 结果这个需要方式专专 不论是谢英俊的青钢结构 还是木薇的焦合竹域制体系 都在试图探索一种 可以快速复制的住宅产业化模式 除了完全不设门槛的建房技术 材料充分本地化后 降低了成本支出 这两大优势之外 这个庞大的产业链 还有生产 营销 品馆 服务等 一系列环节需要建立和成熟 这一切在中国才刚刚起步 谢老师 包括木薇尼也是 都被冠以这个叫做 一方面叫做人民的建筑师 其实还叫做慈善 或者叫做一个慈善事业 你们这个活力风到底是怎么能支撑下去呢 我是特别的想知道这个事 这个也有一些误解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工作的核心还是技术 还是在建筑的这个专业的技术方面 刚才木薇提到了 那个传统的穿斗式的那个结构 用了几千年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 就在做这个新的穿斗式构造 你拿到这个构造 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个 其实它就是一个产业 你用这样去理解 只是我们这个产业的观念跟做法 跟一般我们现在所谓的房屋的产业不太一样 我们的产业所谓工业化 我们没有谈工业化 我们也谈参数化 没有这个我们没有透过电脑的帮助 没有参数化 我们这东西做不起来的 我们一个很小的房子 要定位的节点就两千多个 你没有透过电脑处理 你没有办法做的 是吧 传统方式你无法做的 但是我们就要大量量化 然后能够多样化 而且它有弹性变化 这个是在我们建筑学上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是在干这种事 那这个东西做成了以后 那你旧砖旧瓦 全部都可以用上 所以它的造价就奇迹无比 而且我们经过简化以后 它的节点算少了 那你到罗斯安领一领 你就可以这样子就可以起来了 你不一定要去请那个 大那个木工师傅 铁工师傅来做 是吧 那你要做错都很难 所以这个我们透过这种量化 简化的做法 这个是一个产业啊 而且这是巨大的一个产业 庞大的一个产业 而且需要很多的专业者 来参与其事 我们的观点就是 专业者你做你专业的事情 你不要把房子全部给搞好 搞好这个大部分工作 是农民或者是他们 盖房的人自己的责任 他才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去 发挥它的创造力啊 它的劳动力啊 我只做小部分的事情 这样 所以我可以量化啊 我一年做了几万户 照理讲的不是问题 我觉得有时 他盖的房子过程中 结构体系是要由专门的地方 来进行制造 这是不是又形成了一个 新的技术壁垒 我们看传统的那个 穿斗式的房子好了 他还是要有师傅啊 不是谁都可以上的 那这技术壁垒在哪里 这也就是体现了我们 建筑专业的那个价值所在 对吧 他永远没有办法 农民也没有办法取代我们的 在我们讲 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这是没有建筑师的 的建筑 其实是错的 因为我们这需要大量的 专业人员做这方面的设计 只是说他的设计不是显性的 他是隐藏在里面的构架里头 你外面看到的你看不到 但是你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 这个时事就是要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 你只能够这样解决问题 是吧 否则 农村盖房是城市盖房 四到五倍的量 我们现在这个专业者 在城市里头的工作 已经搞不完 你怎么有办法去面对 那个四到五倍的农村的 那个建筑的量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它是一种产业化的一种思维 那你就别问了 我觉得您说这个产业化 就最重要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对 比如说农民自建房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些 就像你从这个技术上 还有一个材料上 还有整个体系上 做出一些回应 就是在中大大多数它都形成的是什么 就是农民上楼 就是在和城市里 就是他在复制城市的一些办法 实际上这个事非常可怕 我觉得如果说是仅仅是靠一个 就是像叫做你们家学了一封 或者是一个慈善一个公益的一个事情来做 这个事情是不能长久的 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是得针对这个木薇老师的 就是像你做的这样的一个清结构 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做集成竹 焦合竹 焦合竹 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 包括还有谢老师做的这个土墙 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原生态的这样的一组东西 那么它是不是对这个整个的生态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如果因为这个会有这个生态啊 就挺有意思 它是个系统 当你是作为一个生态 是作为一个自然代谢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的森林我树到了 因为说它该死去要倒下 那么给它拿走 如果要多的话 会不会成为一个最新的一个生态的掠夺 我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就是标注了世界的竹资源分布 你发现基本和第三世界高度吻合 就是越穷的地方竹资源越多 比如非洲 比如说美洲 比如中国的地方 它是高度吻合的 那这些地方的人恰恰因为穷 在选择做做欧式的建筑 那这是一个悖论 然后竹材跟木材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 竹材是一个天才的工程师 就是它的纤维方向的同像性 比木材高了将近四五倍 而且它的中空的天然结构就注定了 命中注定 它是做结构的 而且它是素生材 就比如说现在我用的 江河竹的竹材 是最好是四年生 就是你如果长过四年 反而老掉了 你太嫩的话 它是反而是可以的 那我们知道木材的四年生 你只能做做筷子 就是做一些非常重的东西 还有竹林有一种 竹林是一种 也是个天才的一种 一种 是一个种群 它是通过 它没有种子 它通过根部来形成网络式的发展 就是说你如果不砍掉它 它也会挂掉 就是它是 它的更新速度比森林要快 快很多很多倍 它是一种素生的 然后自我更新速度很强的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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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可能跟星老师 青钢结构不一样 就是它会改变一种建筑 建筑产业的模式 就是比如你青钢 你需要在某个城市 需要你必须要运 就选择运输跟迟达 但是竹材这个特点就是说 如果我的寿终范围在云南 有很多竹林 那我只要把一台热压机运过去 就是我不再是把材料点对点的供应 而是我把一种一种记忆 一种一个热压机带过去 然后当地就可以就地砍伐 把它转化成一种一种建筑材料 就是这种模式 我认为是很有很有意思的 就是它不再是我需要混凝土 就运用过去 而是通过一种 而通过一种对这种材料记忆的去移植 我还要强调就是说 其实怎么样把我们的设计的工作 跟生产的工作结合起来 变成一种产业化 产业化这个东西在 现在建筑在欧洲 在开始的时候 始终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 我们国家这边因为发展的势头太猛 现在反而这个产业化 建筑产业化的这个东西的脚步特别慢 因为按照我们的分工 就是只要你设计好了丢给施工队做 它没有串起来的这种的产业 在现在还可以大量的 大量的这种方式来运作 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产量太大 那真正的要能够做得更细致一点 建筑真正的产业化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 也就是我们的设计跟施工跟生产 它必须串在一起 这之间的鸿沟要把它降到最少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还没有 那当我们面对农村 它的建防量是诚实 四到五倍的这种观点来看 你有多少人可以多乱来 你的专业知识怎么样做得更好 所以它必须是有产业化的意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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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